這樣怎麼沒進去 人家聽說要載冠冒 人家就進去 底醫生的人十分無奈 來幫忙處理後事 遇上水災 靈塘 整個泡水 其實可能要把水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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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屬心情如焚 突如其來的水患告別 是半不成 但大體不耐久放 起初聯絡葬儀社 以及東石香公所 都找不到人伸出援手 所幸有救生協會 挺身而出 幫忙救災 像死者焚香參拜 就能人員將棺木包覆 帆布防水放在輪架上 徒步涉水護送靈袖 走出淹水區 一行人來回步行8公里 將棺木涉水運出 安置在殯儀館 這才讓家屬放下 信仲大石頭 海路走走 有時候要用船艇 有時候要用步行 那我們也來來回回 大概走了8公里的一個路程 後來我們也 順利的把它完成 當然我們也完成 商家他的一個請託 完成家屬請託 讓死者能一路好走 連救難人員表示 第一次碰到如此艱難的任務 村莊泡水 居民無語問蒼天 就連辦喪事 也因為水患 無法送亡者最後一層 恐怕將成為心中最大遺憾 記者侯公文嘉義報導 獲得 市民道 主持人